作为一个三年 三次感染过新冠的过来人 想在这个时候发个视频 用我的今生感受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养了可不可怕 养了我们该做些什么 怎么让自己可以从心里或者生里 去快速地接纳这件事情 面对它 打败它 在这三年里面 不光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甚至我老公的好多亲戚 大家都是经历过两到三次的感染 阿尔法 德尔塔 奥比克隆 这三种变形中里面要说 奥米克隆是最接近感冒症状的 我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正好碰到我当时的免疫力特别不好 在感染之前 我全身都在起一种疹子 应该是水土不服 而且当时的那个病毒 它是奇迹的是肺部 所以肺部和呼吸道 是有非常明显的症状的 第二次感染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分别都打过预防针 所以明显症状会相对比较轻一点 沙达阿拉伯人第一时间被感染 他们不是去医院 也不是去买药 而是在身上磨点盛香 烧点盛香在家里熏一下 他们也特别不愿意往医院里面跑 确实自己稍微有一点常识 也可以在家里自给自育的 大龙的姐姐当时就给我们搞了一些茶 我也听不懂是什么植物 反正就是抛各种东西喝 每天就是各种维生素牛奶鸡蛋 还有那种蛋白质 做点干货吧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感染 首先不要慌 把口罩戴起来避免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 首先你会感觉到喉咙有一些隐隐的作痛 或者是有异物感 接着第二天你会感到明显的头痛 是一种不太常见的头痛 接着第三天你可能会发烧 伴随着浑身的酸痛 有的会感到骨头都是痛 发烧一般温度在38.2到39度都有可能 如果你超过了38度 是需要用退烧的 当时我没有直接吃退烧药 我吃的是安菇牛黄丸 可能在发烧的当下你是吃不进任何东西的 人就只想睡觉 但是在你睡觉的前后 请你大量的饮水 我说的大量饮水 至少是两升左右 当然你可以分五到六次把它喝完 在自己没有在睡觉的时间里 要么吃水果 要么吃蔬菜 要么吃优质蛋白 鸡鸭鱼肉都能吃 你觉得它们不好吃对吗 那还是得吃 我相信人生病了以后 大家都是没有胃口的 我特别不想吃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好好吃 吃好点 有力气打败病毒 打败病毒最好的方式 就是增加自己的蛋白质 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它 如果想明明地愿意吃的话呢 你尽量多吃 优质蛋白或者是维生素 不是你吃两口它就有 如果家里有维他命或者维C这样的营养品 也可以一起吃 牛奶鸡蛋每天不要停 按照这种图办法 恢复的都比较迅速 特别是发过一天烧 流过一天汗以后 你起来洗个肉水早 感觉自己又活了 切记不要心理暗示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好的情绪在生病的时候 也是一剂两样 不管你有没有痒 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不要熬夜 再啰嗦一句 你囤再多的药 都没有食物吃进去来的实惠 少囤药多喝水 好好吃饭睡觉 每天多笑笑 好了 散会 更多的药 散会 散会